姑娘 你觉得你在跟那个 男同学的交往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越界的地方 没有 分寸没把握好的地方 没有 做得都不错 那些男生有喜欢你的吗 有 我拒绝他们 他们跟我表白的时候 我已经很明确地拒绝过了 你拒绝他 你干脆杀了他呀 你为什么还要留着呀 再表白一次吗 那在我看来朋友是朋友 男朋友是男朋友 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他的区别在哪儿啊 男朋友是自己家人 朋友就是朋友 就自己家人 男朋友不也是从朋友变起来的吗 你这样 行 说得好 兄弟 我已经没法和他交流沟通 行 行 我觉得这认识三年多了 很不容易 行 行 你三年多 好好好 你们要负责任 你们要负责任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薇 你累吗 我有一个挺累的 累吧 干嘛 你自己给自己找累寿呢 不是找累寿 我真的很重视这段感情的 你说你把他放在你身边 你看住他 管着他 你心里就踏实了是吗 也不是 我感觉那样他会改过来 我只希望 改 对 就算如果他现在说提出分手 他跟我分了 他跟下一任找了 他还是这样 他还会分的 他还会受到伤害 你管人家跟下一任分不分 人家说不定下一任 就不这样了 你知道吗 你如果要用看住他 和拴住他 要改变他 让他改的这种心 去跟他相处 去交往的话 你一辈子都改不了他 你们现在这段感情 已经是非常激情的 一段恋爱了 如果一段感情当中 信任已经为零 甚至复数的时候 这感情谈的是什么呀 你在看一个犯人哪 有意义吗 这还有爱吗 我觉得感情 他现在可能 跟我感情不是 像以前那么好 我觉得但是后来可以培养 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有意义哈 那你就坚持几件 但最后折磨的是你自己 你会越来越疲惫 其实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任 别说人家下一任男朋友了 你对你下一任女朋友负责任吧 行 谢谢 然后接下来说女生 你知道他成今天这样啊 百分之五十也有你的原因 他让你给他发视频 或者发照片 汇报你的行踪 你就汇报啊 你就告诉他呀 所以他就一次一次地 登你的微信 删你的好友 最后做到很多极端的事情 如果你不去迎合他 他登一次你的微信 你直接把微信号换了 你凭什么登我的微信啊 他敢删你里面的朋友吗 我也是想让他放心一下就是 你有什么必须要让他放心呢 放心是他自己放心 是对你放心 不是你让他放心 你想让另外一个人对你放心 只有他自己主动放心 那心才能真的放下来 你通过一些事情去证明 让他放心 你无疑就是向他默许了 好 我为你改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呀 就一个人给了你一把枷锁 你还去迎合他 你再给我祭祀点吧 对吧 如果要是不想在一起的话 受不了这种情况 就马上分开 不要犹豫 好吗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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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